DJI Goggles 版本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 OneFirm 第一个 Unboxing Video 然后为了保护这个 DJI Goggles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 这就是保护套的样子 因为我们出去不可能拿一整个赫紫出去嘛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认真了 我们来开一下所谓的 DJI Goggles 其实蛮重的 虽然全部都是Bustic 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Bustic 然后蛮特别的是这些 都是有一些cushion 可是它的cushion不是普通的Bustic Cushion 都是属于屏幕之类的 蛮舒服的就是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它的on and off button 这里下面有menu 再可以看 首先如果要开的话 跟平时一样 都是要按一下 然后再按 它就开了 然后其实它里面还有东西 你们大家看一下 但是Jigi出的Google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以相信大家都知道 VR一直以来越来越广泛 不管是Google出的VR Samsung VR PSVR Itaday 可是 DJI Goggles 它不是VR 它是 让你感觉 什么叫做 飞在 Drone的上面 而目前为止 DJI Goggles 就是跟 这个一起 相信如果大家都有 玩Drone 甚至如果你们都有 玩DJI 大家一定会 一定要想要试一下 至于如何戴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蛮舒服的 然后DJI Goggles 好处是不管你有戴眼镜 还是都没戴眼镜 你也是可以继续 只要这样 cup下去 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再调一下 好 然后 还会咬 所以在调紧 而且基本上 你这里都不会很紧 坦白说 我现在是 是有戴眼镜 所以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蛮紧 它不会移动来移动去 然后 如果你要看东西的话 你就这样 把你的DJI Goggles 提上来 那我们现在去外面 试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有行得厉害 走 那我们现在去外面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 就绪 我的Mavic 在那里 大家要看到 然后 Controller 跟我这个Goggles 一起 所以大致上 我们现在就是要行飞 然后听说 这个很神奇的就是 你只要用这里刷一下 它会自动再高 就自动起飞一次 那我们来见证 这个历史 的时刻 其实现在我已经开始录了 然后我可以看到 我的 头转 它其实 镜头有跟着一起转 然后中间会有 有一些很奇妙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在起飞 大家有看到我们吗 其实我们就在那个小小个 这个地方 其实很恐怖 一下 因为你真的是 有 具高症的人 我是不推荐你们使用 因为真的 蛮恐怖的 其实我现在也蛮脚软的 其实你带上去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哇 其实蛮吓人的 我现在已经 在高 70米 78 80 其实 我有 我有点 具高症了 100米了 干 然后现在 在 考生机啊 看到 马力加攻击后面 我先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 这个是马力加 哇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 所谓的 Hack Tracking Gimbal 就是当你头一转 你就会跟住转 我已经启动了 现在就向左向右 嗨 其实我们就在那个小小点 你到那边看得到吗 就在那个小小点 蛮恐怖的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 没有什么好看 可是好神奇的是 你抬头 它看得到一点点 可是 不完全看得到 很清楚 你抬头应该是不能抬180度 或者90度 只能抬15度左右 你下就可以 下到完 没错 垂直下 没问题 向左 按右 哇 好神奇啊 来 现在 我现在要把它Landing下来 所以其实Landing很简单 都是可以用你的手势 我完全不需要用到遥控器 管错了 只要按 然后接下来就是按到这个Landing Confirm 好神奇 OK 总结来说 这个跟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决配 当然这个东西不只是可以配Mavic 也可以配Phantom 4 Phantom 4 Pro 甚至是我们最小价的Spark 然后我会很吉利推荐的是因为 如果你们都有DJI的产品的话 如果你们要Upgrade 甚至到最好的 它都可以用 然后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它真的只需要带上去 你不只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看到 就是你身边朋友 大家都可以看到 因为大家可能会怕操控那些东西 可是有些他们也很想看画面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它甚至可以左右摆动 上下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很真 就是你只要头一转 它就跟着一起转 所以如果说 这个产品 5颗星的话 我会给它4颗星 DJI就是DJI 所以它真的是物潮所值 好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DJI Google Review 好 谢谢大家